今天回到台湾 我们要带您看现在的商办市场价格看来维稳 目前台北市办公室市场的平均控制率 大概是在5.97%左右 并不算太高 那么平均的租金单价已经到了 每个月每平大概占上了2000块大关了 而且是七大商圈的平均租金 都超过了每平2000块钱 那最高的是在哪边呢 就在信义区了 每个月每平的平均单价是在3161块钱 那成本最低的是在西区的商圈 每平每个月2014块 进驻成本最低 不过同样是超过了2000块钱 那这几年呢 西区的门户改善有成 其实很多的开发案正在进行 所以未来可能租金潜力还会在往上的 那我们就进一步来看看西门丁 今年其实已经出现了三笔 单平万元的租金记录了 最新一笔是靠近在捷运站的6号出口店面 在成都路上头 多少钱呢 月租金是30万 那你拆算单平的话 其实已经超过了12000块钱 那么另外一个同样也是在成都路上面 同样单价也是破万了 另外一个则是在俄美街10号上 平均的租金单价 同样也都是在1万块钱以上 可见西门丁的商权的确是有复苏的迹象 可是呢 租店面嘛 店家总是来来去去的 对台北人来说 又有一处回忆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那个是鼎王麻辣锅 从台中起家的 2007年在台北开出了第一家店 地点是在台北光复 不过最近租约到期 在6月18号已经悄悄地结束营业了 告别了过去16年的时光 那么业者就说 目前台北还有中校店 那么西门丁也有成都店 大家可以去吃 未来门市应该会扩大经营 目前正在寻找合适的店面 乡朋友们压血和豆腐 让陶客一口接一口 从台中起家的老字号麻辣锅店顶王 2007年插起台北开设光复店 如今却仍去镂空 在台北市插起16年的顶王麻辣锅 过去是不少韩流明星 来到台湾必吃的店 不过他们因为租约到期 在今年6月18号宣告协业 才协业11天 马上就有工人把店内物品 统统拆除准备搬迁 毕竟顶王光复店刚开幕后几年 生意可是相当火爆 当地居民最有感 15、16年前的时候 我常常去那边吃 要排队了 早期的时候 那个地方是比较集中的 对对对 过路客啦 上班族就比较集中 那这家门店是属于计划性的签店 经过整体商业考量之后 目前正积极寻找新的店店当中 全职主要的考量是以人潮商圈 还有交通便利性为主 过去光复北路堪称火锅一级战区 鼎王开幕后隔几年 一兵一族锅屋概念馆 就开在他对面 照进一位农后 在前几年也黯然退场 改成央州馆进驻 原本在鼎王旁边的网红火锅店 够够肉也悄悄吹席灯号 如今是平价咖啡店 它大致上就是住宅 或者是说它有一些商用 可是它并不是一个商圈的效益 而且它因为它周围的捷运站 也其实也有一点点远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可能在这个捷运商圈的效益 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去展现 尽管当地电租行情 单平落在两到三千元之间 而且没有明显涨势 以台北市来说相对评价 但因为外来客有限 餐饮品牌难以长久经营 过去火锅店聚集的热闹盛况 恐怕回不去了 三星网上成一条